安娜的闺房一进去 那布置的叫一个精致 床上放着好几个绒毛的玩具 安娜这时候就打开了收音机 里边就传出来那种节奏性很强的 通通通那样的音乐 起初关于谦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 觉得跟噪音差不多 可是当安娜随着音乐节奏浑身就开始舞动起来了以后 关于谦就觉得这音乐很好听嘛 我一目笑 坏笑坏笑 当时他就想 这是不是就是国内报纸上曾经使劲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摇摆舞 为了不让安娜失望 于是关于谦也跟着他胡乱的就扭了起来了 跳了好一阵 跳着跳着 这音乐节奏也开始放慢下来了 于是关于谦就伸出手把这个安娜搂到了自己的身边 跳起了慢步舞 两人靠的呀就静静的 那个大胸脯子就直接的顶着关于谦的胸膛了 你想想那个关于谦啊 你再想想 反正关于谦觉得他已经能够感觉到安娜的心跳了 那也是在碰碰碰的跳 安娜的身上散发出一种香味 反正就是那个香一阵一阵的就冲进了这个关于谦的鼻腔了 他的那个面颊呀 细润又滑嫩的那种 哎呀 你想想那关于谦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野兽呗 冲动就无法控制 哎 没想到啊 人家安娜特别的开放和自然 哎 跟那个关于谦曾经交往的那个藏族姑娘 安周妈姐啊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也有不同 这安娜呢 就随着音乐一件一件的 脱自己的衣服 然后仰躺在这个床上 这关于谦那就跟恶狼一样的啊 就扑上去了 翻滚在那个软绵绵的床上 干柴欲烈火咯 多久咯是吧 这一对男男女女的就这么完全沉浸在爱情的海洋里了 最后这个安娜很满足的 甜蜜的就睡在了关于谦中进入了梦乡 从那以后呢 他们两个就同出同进 就跟一对小夫妻似的 而这个关于谦的那种野性啊 也被这个安娜给融化的 无影无踪了 连关于谦啊 有时候都感叹了 说这爱情之家 这不可思议啊 一开始呢 这关于谦啊 他也是有一点害怕 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啊 你看我这个八字没一品呢 我这前途未卜啊 什么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呀 我还不知道我最后 我的目的力到底是哪个国家呢 我是不是不应该陷入这个男女之情啊 这不就把人家给害了吗 这不把人家安娜害了 也害了自己吗 反正啊 这个想的特别多 结果反噬这个安娜呀 好像是猜中了关于谦的想法了 直接就说 皮特啊 我很喜欢你 你的出现填补了我生活中的空虚 但是啊 我们只是一对演员呀 各自都要找自己的归宿的 我们的这种爱情关系啊 保持到其中有一个人离开这栋楼为止 你同意吗 关于谦说 你你能办到吗 不办到也能办到啊 我觉得啊 我们相互之间谁也不用承担责任和义务 反而可以把我们内心和肉体上所有的感情和冲动都好好的表达出来 通过和你的友谊 我发现爱情有时候是不需要归宿承诺的 我们这种也的爱情也许就是给我们这一生中带来那种无限的又很甜蜜的一段回忆吧 哎 这安娜的诚实和直率 让关于谦觉得放下了很多包袱 而且啊 也让他对这种两性关系啊 在认识上有了极大极大的改变 结果这就算是他上了一个西方人性的第一课 俩人啊 大概就是好好的修炼了修炼 双修双修 关于谦就把他啊 这几年积攒的那点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吧 反正都撒在这朵野花上 他们那个接待所的那个韦伯先生 有一天呢就介绍说啊 让他到一个叫波红大学的 去找一个叫格林教授的 说呀 没准啊 能帮帮你忙 你不是干坐在这 是吧 那干等啊 这个波红啊 离他们这个城市小镇的不远 大概坐个一个多小时火车吧 就能到了 格林教授呢 你一看大概也年纪差不多过了有五十了吧 但是呢 这家伙能说一口的流利的中国话 格林教授的父母啊 曾经在中国住过好多年 而他从小呢 就跟着这个父母啊 在中国也住过 二战期间呢 他也是在中国待了有好几年 曾经翻译过毛泽东选集 什么的 总算是啊 这是一个 大家都觉得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中国通吧 他呢就说 哎 我非常愿意啊 协助你 让你啊 设法在德国留下来 但是呢 你需要有耐心 而且呢 我们要等待机会 于是这个格林教授啊 就给他介绍认识了一个在这个波红大学念博士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叫成天木的 这个人啊 是个河南人 解放初期的时候 他呢 是从这个香港来到德国的 而他的父母呢 还在老家 你想想在异乡遇到了同胞了 那这俩人你见面的激动的不行啊 在这个成天木的宿舍里边 俩人就开始聊着国内的情况啊 什么的啊 谈的相当相当的投机 当天晚上 这个干脆 这个关于谦也不回去 就在这个成天木的那个学生宿舍啊 直接打地铺 过了一夜 第二天呢 这成天木就开着他那辆 特别破旧的那种甲克城车啊 把关于谦给送回到了明斯克 关于谦当时啊 羡慕的不得了 结果啊 这个成天木就鼓励他说 你在德国啊 你只要踏踏心心的好好干 都能够拿下天下的 你想要什么有什么 两天以后呢 这格林教授 哎 就给关于谦来电话了 说呀 在汉堡有一个亚洲研究所 这个所长呢 叫这个格洛斯曼 是一个博士 说呀 愿意见他 也许啊 可能那块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机会 这韦博呢 和安娜呀 一听这消息后 都说 哎 这是个好机会 赶紧去看一看 这晚上啊 这关于谦就开始查 关于这个介绍德国的书 那个就是那英文版的 从这书里边啊 他才知道 汉堡啊 是西德的第二大城市 应该说是欧洲啊 最重要的一个海港之一了 它不但是这个德国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和工业中心 而且是一个新闻出版业的一个中心 哎 那个德意志新闻通讯社 那个总部就设在汉堡 于是啊 他就给那个河南来的那个啊 那个同胞 就是那个成天木 就打了个电话 把这消息告诉他 成天木也支持说 哎 值得去汉堡一趟 而且啊 第二天一大早 他还跑来开车 送关于谦去火车站 没想到这他真的来了 来了以后不说吧 还慷慨的送给了关于谦 五百马克 跟他说呀 汉堡啊 是一个大城市 没钱 你寸步难行 你呀 拿着这钱先用 以后你赚到钱了 你再还给我也不吃 这个让关于谦感动的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有时候啊 他就觉得 同乡真的很重要 等他到了汉堡啊 他突然发现 哎 这汉堡怎么看 怎么有点像 中国的那个上海 他趁火车到的那个汉堡啊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亚洲研究所了 这个所长 哎 身材高大 病脚啊 留的很长很长 反正就 你感觉啊 就是那种很传统的 欧洲绅士的那个派头 他呢 曾经出任过德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呢 所以啊 对这个亚洲这些情话特别特别熟 也很了解中国文化 英语呢 说的也非常好 这所长就跟他说 说关先生 中国啊 现在正进行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呢 现在研究啊 也正在密切的观察着这个运动的发展 但是啊 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我们特别希望啊 你能为我们啊 撰写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谦啊 就有点警觉 嗯 你对我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需要我具体写哪方面的内容呢 没有 没有具体要求 你随便写 爱写什么写什么 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我呢 给你六个月的时间 每个月我给你一千二百马克的报仇 你呀 也可以搬到汉堡来写 住的地方 我们会帮助你找的 那我用什么文字写呢 英文可以吗 可以呀 那什么时候开始呢 温一千心里边还是有点打鼓 他怎么能这么简单就给我钱 完了以后可以随便写 什么都不问 他也不想想我这人写得出来吗 于是他就说 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开始呢 马上你就可以开始啊 可我 行李还在明司客呢 我得回明司客一下 当然当然 如果啊 如果你需要钱的话 我可以先预付你第一个月的工资 哦 不不不 不需要了 关于签 这就站起来要告辞了 这个所长啊 这时候就跟他说 对了 我们研究所里啊 有两个中国人 我呢 先给你介绍一下 另外呢 今天下午 你再到我这儿来一趟 咱们呢 签一个合同 在这个回这个明司客的火车里啊 这关于签就有点犹豫 他这一走 这安娜一个人给撂在那儿 会不会寂寞呀 那整个大楼就剩他一个人了 晚上睡觉什么的 是吧 而且啊 他自己啊 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安娜 哎呀 又给他做早饭 又给他那个换洗衣服 哎呀 关于签承认啊 自己啊 可能是感情 陷得有点深了 而且安娜呀 也时常的警告他 可是啊 其实他也能够感觉到 安娜自己 也好像陷入了情网了 回到这个明司客呀 这安娜一看见他就扑上来了 抱着他的脖子啊 左轻轻右轻轻的 眼泪啊 也是扑拉扑拉扑拉的往下定 哎 怎么回事 这个关于签想了 他是不是知道我明天要走啊 他从哪知道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这时候啊 就安娜 把这个关于签拉到了楼上 自己的房间里 一看啊 安娜的行李箱 打开着了 他正在收拾行装呢 关于签就吃惊了 这时候安娜终于开枪 嗯 彼得啊 我告诉你啊 一个又好 又难过的消息 我的申请批下来了 我现在可以马上去美国了 明天我就得先去法兰克福 我去办手续去 你祝贺我吧 能看出来啊 安娜说这话的时候啊 又难过 但是呢 又兴奋 关于签啊 这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心里边一凉 同时呢 又感觉呢 是一块石头 哎 落了地了 安娜这时候赶紧又过来 紧紧的抱着他说 哎呀 你别太难过啊 关于签啊 这时候就说了 安娜其实啊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亚洲研究所啊 什么签合同啊 什么这些的事啊 就跟他复述了一遍 然后呢又说 你看 今天咱们俩是双喜临门吧 大家应该高兴才是 安娜这时候 那个眼睛才开始明亮起来了 但是呢 那泪花还在眼睛里边打着转 他尽量的 哎 让自己快乐起来 笑着说 彼得呀 这太好了 我一直担心呢 你一 我一走就剩你一个人住这了 你会寂寞的 你知道我很喜欢你 真的 真的很喜欢你 我呀 其实也有过不少的男朋友 但是呢 有共同语言的真的不多 他们其实我觉得就是喜欢我的容貌 多于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而你 你看 你虽然来自一个中国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的距离 比跟别人要近得多 有许多许多话 我真的愿意跟你讲 我其实 我特别害怕我爱上你 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啊 越长 爱上你的危险就越大 那今天晚上 就是咱们两个人最后的一晚上 那就让我们 好好的 一起相爱 最后一个晚上吧 明天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说着呢 又扑到了这个关于谦的怀里 双手搂着关于谦的这个包 呃 腰 又开始哭起来了 关于谦呀 这时候又想起来了 一首断肠诗 相见时难 别一难 东风无利 百花惨 其实啊 好多人都觉得 西方人 东方人 感情上 呃 很大不同 关于谦的 这个经历 会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的不同 在爱和家庭 和异性这个相处上 没有不同 这时候关于谦就又开始想起来 什么路西呀 南西呀 安卓基玛呀 什么的啊 还有那个 跟他毛关系都没有 最后就是有那么一点点 暧昧的那种的 小阿德 他觉得上帝啊 其实是很眷恶他的 总是把这些最好的 最美丽的姑娘们 送到了他面前 可是呢 他又觉得这个上帝呢 也是很残酷的 又总是把这些人呢 从他身边给夺走了 次日呢 醒过来 他呢 还躺在安娜的床上 但是呢 安娜已经走了 人去楼空 桌子上呢 就留着一张纸条 纸条上 纸画了一颗小红心 还有安娜的名字 是用那个虫膏画上去的 关于千此时此刻呀 悲从中来 这么一个可爱 善良的女孩子 哎 反正 这家伙就是 又哭了呗 他呀 就跑到汉堡 在这个亚洲研究所对面 有一个小旅馆 租了一间房 就住了下来 这房间里边呢 也很简单 就是一张床 一个小茶几 和一个红色的小沙发 旅馆的这个名字啊 挺有意思 叫Athina 店主呢 是一个来自捷克的 一个中年妇女 有一个十六七岁的 一个女孩 和她住在一起 据她说呢 是她丈夫 把她抛弃了 跟别的女人跑了 于是她借的钱呢 开了这家小旅馆 这个店主啊 就你能看见 她的脸啊 青灰色的 眼睛也无光 头发呢 你摸啊 干干色色的 大概呢 其实也就可能 刚满五十岁吧 但是 那满脸都是皱纹了 也不再停的 一根接一根的抽 能看见有时候啊 就是能看 她一个人 就坐在那饭厅里边 喝闷酒 有时候关一千 就觉得挺可怜啊 就陪她过去坐一坐 然后啊 就听这个老妇女啊 半醒半醉的啊 给她讲 这个德国这个社会了 完了以后就是 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了 什么在这儿 一个外国人 生活多不容易了 很难交到 德国朋友了 就这 一吞儿唠嗦吧 好吧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面 明天吧 我们再接着讲 关于千 一闹的一闹 我们再接着讲 一闹